蔡鳥華語員簡梁彼得面無表情 在辯護律師陪同之下進到法庭進行最終的結案成詞 辯護律師羅百能向陪審團說 梁彼得巡邏時誤傷黑人蛤蜊因而身亡 是個悲劇但不是犯罪 請求陪審團對他做出無罪開示 並且言辭敬意地說 梁彼得在巡邏時覺得異常大可不去理會 但他沒有畏懼 為的就是保護市民 如果他掏槍巡邏就因此被定罪 那麼以後警察持槍巡邏 恐怕會造成寒蟬效應 檢方則是回應梁彼得行為魯莽 開槍傷了人還袖手旁觀 絕對不是意外 見面雙方在進行結案成詞之后 出身法官突然宣布撤除梁彼得六項罪名 其中一項毒之罪 因為找不到任何可援引的法律依據 歡迎探討警員梁彼得最終的命運 和目前已經叫陪審團做最後的評議階段 所有陪審員將一致做出決議 來定奪梁彼得究竟是有罪還是不罪 陪審是記者周一鳴 我們在美國紐約到的財富報道